但是开发完毕之后 我们这一章节开始就要来讲我们的一个重点 就是聊天 那么聊天的话 我们会需要有一张聊天的页面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聊天页面 那么聊天页面的话 我这边预先是已经加入了 可以看一下 许的名字叫做chatting.html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上中下的一个结构 我们大致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页面 首先我们整体的页面里面在style style就是样式这一个块 我们会加入了一个chat.css 那么这个css主要就是为我们当前这个页面 提供了一些相应的样式 里面有很多的样式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这个的话我在这里就不去多讲了 节省一下时间 另外我们这一张页面 其实就是一个html5的页面 你可以在web单区使用 也可以在移动单区使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一个body 这一块部分 那么body部分的话 它主要是分为了三块上中下 第一个是一个head 那么这个head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头部 然后还有是一个my的body 它是一个class为my-content 然后这里面包含来我们的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 所有的信息都是包含在div之下 就是在这个div里面 然后的话里面会有一个id id取名为msg 这个的话我们后续会用到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发送和接收的一个消息模板 再往下面看就是一个footer 那么这个footer的话主要是包含了一个text error 它是一个文本框 是可以让我们用户去输入一些相应的内容 另外还有是一个按钮 那么这个按钮其实就是一个发送按钮吧 点击发送会把内容发送到我们的netty服务器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部位 那么中间这个部位的话 一个是接收的 一个是发送的 那么两个模板的样式都是不一样 需要有一个区别 OK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运行效果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 直接在chrome里面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html5的应面 那么打开之后 它可以说就是一个响应式的 那么我们可以按F12 可以把它调整成移动端的 可以看到转换成移动端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上中下 我们的头部是一个开的 中间是一个体部 是我们发送的消息 另外我们的尾部是一个消息发送吧 然后对于我们的中间这一款 它其实是两种样式 那么一种样式是G左的 一种样式是G右的 那么对于这个模板的话 我们可以到代码里面去看一下 那么比方说 我现在有一些额外的消息 需要去接收收发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 把这个模板给复制一下 我们先复制一个 然后再复制另外一个 这是两种 然后我们把里面的文字改一下 123 然后下面改成ABC 保存一下 再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刷新一面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相应的样式就已经是出来了 关于这个模板的话 大家直接拿过去使用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对于MUI自己本身来讲 MUI它本身也提供了一个聊天的模板 在我们的代码这一块可以去看一下 先我们有一个HelloMUI吧 它在example里面其实是有一个chart 我们可以找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imchart 这个的话 它官方写的一个内容会比较的复杂 我们这里面的模板也是借鉴了它里面的一部分 这里面有相应的内容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只不过它写的内容会相当的复杂 那么这个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OK吧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页面需要做一个相应的展示 就是在我们的页面上 点击好友列表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应该做一个相应的展示 就是在点击 点击这个朋友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页面给展示出来 那么要展示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到这个通讯录的页面 为之前所做的做一个动态绑定吧 我们打开之前的通讯录的开发页面 我们之前在做完一个联系人渲染之后 我们并没有为它做一个相应的时间绑定 所以说针对我们的每一个item 就是这一个渲染的html 我们都必须要对它做一个相应的渲染吧 那么相应的渲染 我们先看一下 它里面有没有一个相应的class 当我们要去点击的话 其实它每一个friend就是一个item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往后面看 在这一块 我们其实可以为它增加一个相应的class 比方说我们就可以为它取名字 就叫做chat with friend 那么这个class就可以为我们做一个批量的绑定 我们先把class内容拷贝一下 拷贝到这下面一块 这个当然是要在我们整个html渲染完毕之后 我们才去做的一个好友时间绑定 为好友 烹讯录 吸量 绑定 点击 时间 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下它的一个 外层的dib 外层的dib 我们是这个吧 contact list 就是在我们 上面顶部页面的ul标签 因为我们要做批量绑定的话 我们是针对这个ul标签之下的 所有的一个内容吧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id给拿到 然后我们再去写一个pn绑定 那么pn绑定是用my 我们先获取它的一个外层的ul标签是警号 它是一个id嘛 然后点on事件 为它做一个pn绑定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为它绑定的tap事件 tap事件后面一个需要绑定找到下一个子元素吧 那么子元素它的一个选择器是一个class 所以就是通过.chat with friend就可以了 然后绑定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设计一个function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去写相应的一个页面的打开就可以了 写一个注释打开聊天子页面 然后要打开页面的话 我们使用mui.openwindow 然后在这里面去写一个对象 那么对象的话其实第一个是url 那么url的话是一个charting.html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contract c一下 然后再到页面里面去做一个相应的拷贝 好 这是第一个属性 那么第二个属性是一个id吧 我们其实也可以使用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要和朋友去聊天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讲 那么朋友在我们当前的整个聊天的app里面 应该是唯一的一个页面 所以说它的id应该是唯一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后面啊 应该要加上一个friendid吧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暂时先布写 我们等到下一节啊 我们再去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本页面相应的参数 带到后一个页面 带到我们的聊天页面去 也是可以的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加一下extras 它是一个对象 那么暂且就先这样子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一个页面 就可以被打开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测试啊 我们运行制作 那么现在是已经是OK了 OK之后呢我们打开app 打开app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在手机上的一个通讯录啊 打开我们的一个聊天页面 点击一下 然后呢页面就已经是打开了 那么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 在我们手机上来看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的聊天页面呢 已经进行了一个展示 然后呢我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初始化 比如说头部 现在显示的是一个木星吧 那么这个木星的话 照理说在和我们朋友聊天的时候 不同的朋友显示的名字 就应该是这个朋友的相应的倪称吧 对吧 所以呢我们要需要把上一个页面 有一些相关的初始化数据给带过来 比如说像朋友的用户ID 朋友的账号 朋友的一个倪称 还有是朋友的图片头像都要带过来 那么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代码在渲染的时候 其实我们为它增加了Friend的UserID 还有是Friend的Nikname 以及Friend的FaceImage头像 那么对于这三个属性 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获取吧 可以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点击触发的一个Tab实验 那么在这里面 其实就可以直接去获取了 我们把这三个属性先分别拷贝一下 一个是UserID 一个是Nikname 还有下一个 是用户的头像 好有了之后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当前的一个CS就可以获取吧 CS.getAttribute 然后在里面写上它的一个相应的属性的名字 就可以自己获取了 好OK 然后获取这些相应的一些属性之后 我们需要传张传过去 那么传张的话 我们只要放到extras里面去就可以了 把它构建成一个相应的属性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就去构建好了 属性和它的内容都是一致的 好OK 那么传张也已经是构建完毕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对于我们的ID来讲 我们应该之前我们上一节也说了 应该要把我们的聊天页面 作为唯一的页面去打开 所以我们对它ID去做一个重新的设置 我们把它改成这样子 插挺杠 然后后面去加上一个我们朋友的UserID 因为UserID对于我们整个系统来讲 是一个唯一的ID 唯一的组件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后面加油注释 每个朋友的聊天页面都是唯一 对应 好OK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一块内容已经是设置OK了 那么设置OK之后 我们需要把相应的内容在我们的聊天页面去获取 我们打开聊天页面 然后在聊天页面里面 我们要去编写相应的JS代码 那么首先一个 我们这样子 我们需要把这个script 我们可以写上 我们就直接复制了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来就直接写相应的代码吧 那么在写之前我们可以为当前的一个聊天做一个命名空间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聊天页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页面 对于它里面的JS 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应的控制 就是我们在我们整个写的相应的JS里面 我们尽量的不要让其他的页面去调用 也就是做到一个护士 那么如何去写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相应的代码 可以很好的去控制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 我们可以为它定义一个命名空间 创建 命名空间 只需要把自己的代码写进去 那么外部就无法访问 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如何去写 那么其实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方形 然后这个方形呢 我们可以定义两个参数 一个是多乐符号 另外呢是一个DOC 那么这两个参数是如何去定义的 需要在我们的尾部去定义 在它的尾部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MUI它的一个选择式 然后呢把我们整个文档对象 Document定义为 也就是和我们的DOC做定义 这两个参数其实是两两对应的 那么在我们的整个命名空间体制内 我们使用Dolaf符号 其实就相当于是MUI 如果说使用DOC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Document 那么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OK吧 那么然后我们直接在这个命名空间体制内 去写我们自己的方法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来一个plusReady 我们使用MUI也是可以的 来一个plusReady 在里面去写上一个function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定义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聊天的话 肯定是需要有我自己的个人信息 所以说我们来一个me 这个me就是通过app.getUserGlobalUserInfo 用户的全局对象 把相应的注释写上 获出我自己的用户信息 好 下一步 那么下一步的话 因为我们是当前是一个聊天页面 那么聊天页面需要用到一个软件盘 所以说我们对软件盘也做一个相应的设置 如何去设置 我们可以这样子通过plus.webview.currentwebview 它可以设置一个style 设置它的样式 然后在这个样式里面 其实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 其中有一个属性名 就叫做softinputmodel 这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弹出系统软件盘的一个模式 然后它可选值的话 其实有两种 我们到这里面去看一下 它是有两种 第一种是adjust pen 它是指弹出软件盘的时候 我们的webview窗口自动上移 可以保证当前输入框可见 另外一个是自动调整webview的窗口大小 屏幕区域减去软件盘的区域 同时自动滚动到webview 保证输入框可见 那么这两种方式的话 自己大家可以去抉择 在不同的场景可去不同的使用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是使用这个adjust resize 我们使用这种方式 是比较多的 那么使用这个就OK了 写上注释 设置聊天页面的软件盘样式 好OK吧 那么有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对我们当前 应该做一个相应内容的获取 那么这一段内容是获取当前的一个webview 我们把它给提取出来 我们可以额外的定义一下 我们可以定义为 chartingwebview 获取聊天页面webview 通过这个webview 直接去点set style 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那么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需要去获取我们前一个页面 所传过来的相应的值吧 获取上一个页面 传入的好友属性值 属性值 我们到前一个页面去拷贝一下 就是这三个属性吧 都拷贝 拷贝过来 那么我们只要分别做一个相应的定义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chartingwebview 直接去点一下就可以获取 最后的逗号需要改为封号 好OK吧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获取 它上一个页面传过来的值 因为传过来的属性值 和我们的webview里面 直接是一样的 直接可以去获取 那么获取完之后 我们需要去更改它的一个标题吧 我们现在标题去看一下吧 现在的标题 我们现在定义的是木形 OK吧 然后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的我定义了一个地标签 值就是一个strong 是一个粗体的 然后呢 有一个id是chartingnickname 我们获取这个id之后 把这里面的html代码 进行一个替换就可以吧 然后呢 我们到代码里面去写一下 标题改为朋友的昵称 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 dlc.getelement 把id 这个id名就是我们之前所用到的b标签 点inhtml 然后这个inhtml直接可以把这个朋友的 逆称给塞进去 就可以吧 然后规范一下 符号两边 各加一个空格 OK吧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朋友的逆称来讲的话 就是可以去设置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基础 可以去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OK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基础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用户 然后呢页面已经是弹入了 弹入之后可以发现我们的木星 这个并没有做一个相应的展示吧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代码 看一下代码可以看到 这边的一个支持相应的b和标签是写错了 我们可以重新再减一下代码 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一块 我们多加了一个括号 我们需要减少一个括号 减少完之后 我们在下面一块 我们应该把括号相应的写的这个部位 然后需要加一个结束符 那么切的这样子就已经是OK了 然后呢我们重新再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再来点一下这个小熊 点一下这位朋友 点击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QQQ这个好友的名称 它的一个昵称 就已经在我们的head头部 做了一个相应的展示了 OK吧 然后现在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说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聊天的内容 我们可以多复制几份 现在再多复制了几份之后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页面 我们的页面呢 在这个时候 它其实是在头部 它是在头部进行展示的 其实当我们打开用户聊天的记录之时候 我们应该把这个滚动到当前页面的最下方吧 应该是最新的一条记录 那么对于这样的记录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手动的做一个相应的设置的 那么如何去设置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 目前的话 我们在页面上其实是有一个聊天 定义了一个聊天的message 我们可以直接获取这个message 然后对这一整个内容块 做一个相应的滚动条的滑动 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在这个部位可以去获取这个message 我们先定义一下 定义为一个area means message list 等于doc.get element by id 然后这个message就是我们对应的id 这个是设置 聊天记录 进入页面的时候 自动滚动到最后一条 那么如果去设置呢 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area message list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点 score score top 我们通过它让它去进行一个滚动就可以了 那么滚动的区域 只要获取我们这个area message 点list area message list 它有一个高度 点score height 同时再加上我们的一个整个offset 就是可见可以滑动的整个区域的一个高度 就是点offset offset height 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滑动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到页面里面去做相应的测试 我们可以滑动一下 我们这次点击进来 点击进来之后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的滚动条是在最后一条了吧 可以吧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块 是在我们的底部了 像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滚动条是在上面 在上面这一块 那么就表示现在我们这个自动滚动的一个方法 就已经是设置OK的吧 那么我们这一节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文本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的一个按钮是一个白色 或者说是灰色状态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不能发送的状态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输入了一些相应的内容 输入了内容之后 那么我们的这个按钮的颜色应该做一个相应的变化吧 如果说我们再把内容清除 那么这个状态颜色 就应该重新的再变回一个灰色状态 所以我们先来把这个来实现一下 要实现之前我们首先先获取它相应的空间 首先是一个MessageText 这是一个文本框 获取DOM空间 把这个MessageText先获取 等于Doc.getElement.id 好获取之后复制一下 再获取它的发送按钮 发送按钮是一个send吧 send 好OK吧 那么现在我们只需要去对它做一个相应的事件监听就可以了 那么事件监听只要监听这个Message下滑线Text就OK了吧 点addInventListener 那么只要是有相应的文字输入的话 就应该是一个input的事件 把input的事件写进去 然后写一个function 好OK 加上注释 监听用户 输入 使得 send 按钮 变色 那么我们只要去监听它的一个长度吧 我们来定义一下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可以通过属性Failure 去获取它的值 再去破的Length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相应的判断吧 判断这个Failure的值的Length长度是否大于0 如果说大于0 那么我们只需要为它的按钮 设置一个class setAttribute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为它设置一个class吧 这个setAttributeclass的话 是一种覆盖的形式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my 为我们提供的相应的样式 有一个button 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颜色 比方说danger是一个红色 蓝色 灰色 这个是绿色 我们就使用绿色就可以了 然后封号结尾 那么如果说不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就直接来一个else 那么对于它的一个class样式的话 我们就只要把它改为灰色就可以了吧 OK吧 那么现在我们到页面上去做一个测试 我们把这个软件盘点出来 然后呢我们随便的输入一些相应的字吧 那么现在是有文字了 然后我们的按钮发生了变化 成为了一个绿色 那么现在我把这个文字全部都删掉 我们删到最后一个 我们把这个最后一个 我现在点击退格键删除 删除完毕之后观察一下我们按钮的颜色 点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的按钮颜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吧 就变成了一个灰色白色状态 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 其实我们是不可以有一些相应的内容的发送的 那么这个判断的话 我们在后续会去做的 会去完善的 OK吧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当前的这个页面 当我们现在点击这个文本框的时候 也就是获取焦点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聊天音源 它的一个内容并没有做一个自动的滚动 只是当我们的软件盘弹出以后 我们的这个聊天音源 其实应该自动的滚动到最新的最后一条 那么对于这样的设置 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去操作一下吧 OK吧 那么我们到代码里面去写一下 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当我们的一个软件盘弹出以后 其实我们整个窗口 相当于是由原来的全屏变为了半屏 那么其实它会触发一个resize事件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只需要对当前的窗口 做一个监听就可以了 我们来写一下 对当前的窗口监听resize事件 然后可以去写一下 写是一个window.addInventListener 添加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resize 然后写一个function 那么写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就可以去写一个相应的事件操作了 那么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附用这一段代码吧 那么我们把这一段代码呢 我们拷贝一下 我们拷贝出来 我们在这个部位去写一下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相应的方法 我们可以取个名字吧 我们可以就取名为resizeScreen 然后呢把之前的代码给拷贝进来 拷贝进来之后啊 加上一个注释吧 重新调整聊天窗口 我们再把这个方法拷贝到监听的这个部位来 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这一块 我们之前写的这一段代码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 可以把这个删掉 直接用刚刚的一个方法就可以 那么你保留也是没有问题啊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就暂时先保留了 要调整的话 大家自己去调 然后的话resizeScreen这边写完之后 我们到页面上去测一下 看一下它整体的效果 点击文本框获取焦点 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自动滚动了 滚动到了最下面 但是滚动到最下面之后 你发现它最后一条 其实被我们当前最后的一个foot给隐藏了吧 应该说是被遮盖了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会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bottom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一个页面子窗口的时候 它下面会有一个50px 它会有个高度 所以说既然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的一个页面弹出之后 我们应该为它添加一个bottom 一个相应的高度 让它去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吧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重新设置完之后 针对我们当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div 我们找到这个div 这个div是message 我们可以找一下 就这一块 在我们当前最外层的一个div 我们为它增加一个pendingbottom就可以了 我们获取这个messageAlt 这个是包裹我们整个message的嘛 我们获取之后 只需要在这个部位 去对它做一个相应的设置就可以了 doc getelementbyid 获取之后 它有一个style 点 pendingbottom 只要让它的pendingbottom 我们为它设置一个50px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底部就可见了 然后我们到页面里面去测一下 现在我再让我们的文本框获取焦点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最后一条已经就展现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设置 那么现在当我们用户在这个文本框 设置框里面写上一些相应的内容 要去点发送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判断 判断的话会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 首先一个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当前我们整个手机的一个网络状态 如果说你现在的手机是处于一个飞行模式 或者说是你没有任何链接的这种状态下 是你应该要给它一个执行吧 执行一下你应该要打开网络链接 不管只是链接有线无线 还是说是一个奥级三级四级 其实都要有一个相应的执行吧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就应该要做一个这样的判断 然后第二步应该要对我们的一个消息内容做一个判断 我们发的消息内容是绝对不可以是零的 就是说你必须要大语你才可以去做发动 虽然我们在这边对于我们的一个button做了一个相应的显示以后 其实我们在点击button以后 也要对这样的一个消息内容的长度做一个相应的判断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文档 H5加的文档 我们在这一块菜单这里我们找到device 然后device点击之后 它在下面会有一个对象 找到对象这一栏它会有一个networkinfo 那么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模块对象 它是用于获取网络信息的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点一下workinfo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之后它就进来 进来之后它会给到我们一些相应的方法和长量 然后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getcurrenttype 它是用于获取当前连接的一个网络类型 然后通过这个方法 它会反而给你一个整形 是一个number类型 那么这个number类型 它是和我们上面这些长量所进行一一对应的 比方说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主要是要判断它是否是网络链接未知和未连接网络 这两个状态 如果说它是这两个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返回一个相应的提醒 如果说它是有线网络 无线WiFi 2G 3G 4G的话 那么其实它就可以去做一个消息的方程 那么这里面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长量 全部都是相应的整形 是由数字所组成的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点第一个 是一个unknown connection unknown 点一下 然后它是代表 它是一个网络长量 代表他们前的设备状态是未知的 然后固定值就是0 然后再往下看 是一个未连接网络 未连接网络的话 它的固定值是1 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判断0和1就可以了 然后对于其他的值 其他的固定值像一些234它是进行递增的 那么这个大家刻后自己去看 然后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get current type 去做一个相应的类型的获取 那么现在我们只有直接可以去代码里面 对我们的这一块判断做一个相应的设置 那么我们到代码里这块来写一下 发送消息按钮的事件绑定 那么我们的一个发送消息的事件按钮 其实就是一个send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要这样做 我们send的按钮在这边 已经是获取到了它的dlm的一个空间 直接可以通过send.add invent listener 然后它对应的时间类型是tap.支持点 给它一个function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第一块 第一个要做的是发送之前 判断网络的状态 那么判断网络状态 我们就可以去定一个网络的状态的一个值 第一为connection status 等于是当前的plus 是代表设备 plus.networkinfo 它是一个模块类的对象 点getcurrenttype 可以去获取 获取完毕之后 我们再来一个判断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我们只需要去判断 它是否适合0和1匹配就可以了 判断一下它是0 或者说它是等于1 如果说0和1 那么就代表它是有网络链接 没有链接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app.showtoast 我们看一下app.js有没有引入 app.js通用的已经是引入了 相应的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showtoast 我们写上一个 请打开网络链接 然后后面我们需要传一个error 是一个图标 好OK 那么完了之后 为了让它的一个程序继续执行 我们需要写一个return OK吧 那么这个是对网络连接 做的一个相应的判断 那么判断完了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判断 是针对我们的一个文本框的内容 我们文本框的内容 是一个message下滑线text 这个dm元素我们也已经是有了 写一下 获取消息内容 点value 然后我们在前面 我们可以定一下 定为message text dl 好OK吧 然后我们定完了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对它做一个相应的判断 判断消息内容 如果长度 长度等于0 seal return 判断一下 这边可以使用三个等于 可以判断 然后如果说符合条件 直接就可以听掉 好OK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设置到了一个和我们设备的网络 做了算是一个交互 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原来已经是始动了制作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制作给停止 停止完了之后 你再去把整个一个APP的进程给结束掉 结束完了之后 你再去重新的运行制作 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测试方式 我们等待这个制作的安装 OK那么现在制作安装完毕 我们打开H2的机座 打开之后 我们来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那么首先一个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网络状态呢 改成飞行模式 改成飞行模式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内容的发送 我们先写上 写上之后点发送 这个时候它会显示 请打开网络链接 OK吧 这一块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我再把这个飞行模式呢 打开打开之后 等待它的一个搜索 搜索到你现在的一个4G网络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个发送 那么这个时候 它其实就可以继续往下去执行了 OK吧 我现在点击之后 它并没有报商的错 因为我们下面没有 其他的方法的一个机型 OK吧 那么现在如果说 我是没有任何内容 我们再点发送按钮的话 那么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 这也就是为我们的整个 做了一个消息长度的验证 OK吧 那么这一块的一个前置 发送消息的判断的两个条件 我们就已经是做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在发送消息之前 做了一个网络链接的判断 我们可以返回到主页面 在我们当前这个木型的页面 其实对于我们的上面这一块的header 只是应该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判断吧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针对 我们当前的APP做一个监听 如果说我们的网络状态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木型旁边可以加上一个小括号 这个括号里面可以写一下 比方说是未连接三个点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这样的操作 如果说你的网络链接又发生变化 是重新连上了网络 那么咱们的这个后面这一块相应的一个文字 就可以去去掉了 OK吧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趁热打铁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来写一下 去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是写在哪一块 是写在我们木型的页面 还是我们其他的这几个页面 我们这几个页面 其实都是包含在我们的index 这个html页面里面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最相应的监听的一段代码 写到index页面去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index页面 在这里双击打开一下 双击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代码处 到plus ready这一块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在它任意的地方 去做一个相应的网络链接的监听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统一的去实现一个方法 我们在这边去掉用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像这种事件监听 我们可以放在一开始 对网络链接进行事件监听 然后的话我们为它举个名字 我们先把这个名字给写上 我们可以取名为netChangeSwitch 然后这个方法我们直接到我们当前的 这个plus ready外层去写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写到这里 定一个方形 好项上处是监听网络状态更改 那么要监听网络的一个状态的话 它其实触发的相应的事件就是一个netChange 所以说我们需要针对Document 当前整个文档去监听一个相应的事件 AdInventListener 然后它的事件是什么呢 这里就不是什么type事件了 网络监听是属于netChange 可以看到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把相应的所有事件都列出来 设备网络状态发生变化的事件 我们双击一下 双击就有了 那么然后我们在这边写一下相应的方形 是我们在监听到它的相应的方法之后 要去操作的 那么当它的网络状态发生变化之后 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判断吧 所以说我们要把之前写的一段代码卡贝过来 我们要把这一段代码卡贝一下 网络状态获取和判断 注释改一下 那么获取到我们当前的一个网络状态之后 我们要去做判断了吧 我们应该要判断一下 如果说是0 或者说如果说是1 那么它其实要提醒是打开网络连接 那么在这边我们应该要去 把它head的一个文字内容去改掉 那么我们把这整个一块 我们不要用或 我们用于 用并且的方式去做 所以说当我们的状态是不等于0 并且我们的状态也不等于1的时候 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 那就表示现在我们的状态 其实应该是要去打开 对吧 就说我们是由原来关闭的状态打开了 那么现在打开完毕之后 那么我们当前的一个状态就是 不是0也不是1了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应该要去打开网络连接 写个图示 这边是重新打开网络连接 OK吧 然后这边再写一个else 这个else的话就是指 坚定到我们的相应事件了 我们应该要去关闭网络连接 就是关闭了网络连接之后所触发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写一下 这边是关闭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写一个相应的方法了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header 我们的header这是在这一块吧 那么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其实可以为它添加一个相应的ID 我们可以在这个b标签里面去做也可以在这个he标签里面去做也可以 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下一个ID 为这个ID加上一个相应的ID名 我们取名叫木性下滑线 title 复制一下 然后到我们的下面这块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直接可以去获取它的dlm元素了 通过document.getelementbyid 获取 获取到了之后 然后只需要通过它的一个API方法 叫做innerhtml等语 然后在这里面去重新去写它的一个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 拷贝到下面这一块 那么两个内容我们只要去直接去随便去写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在这一块的话 其实应该是打开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把上面的代码拷贝一下 拷贝b标签这一段内容 拷贝到这里 这两边都拷贝一下 然后在它的后面 只要这样子 这边是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在关闭网络链接的时候 我们为它加上三个字 三个文字 为链接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了 表示我们当前的一个整体的网络状态 那么现在我们整体代码已经是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 我们到调用的地方再去看一下 调用是在plusready处写的一个调用方法 时间监听 好OK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需要把整个制作关闭 然后把app的进程给关掉 关掉之后 你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重新打开这个制作 连接手机 并且进行一个制作的安装 好 现在已经是成功了吧 安装成功 然后打开这个制作 那么现在是在我们的首页吧 然后我倒退到桌面 然后把整个网络连接给关闭 飞行模式打开 然后再进入我们的app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的head这一块 已经变成了木性未链接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再退出到桌面 然后把网络连接打开一下 好 重新的打开我们的app 这个时候监听到我们的网络发生变化 现在我们的木性两个字又显示了 未链接三个字就临时去掉了吧 OK吧 那么现在我们针对整个手机的一个网络监听 已经是OK了 现在对于我们发送按钮的一些前置条件的判断 已经是OK了 那么这一节我们来做一个模拟 就是说当我们去点击发送按钮的时候 只要是有消息 那我们就发出去 发送到我们当前的页面 只不过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整合Net 等到后续的话 我们会和Net做一个相应的整合 那么这一节我们先来把发送消息的HTML 进行一个渲染来做一下 那么回到我们的代码 还是在我们的一个send这个事件里面吧 前面一部分是一个绑定的相应的事件 相应的事件判断完毕OK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消息的发送了吧 那么关于消息的发送 其实我们只需要去拷贝一下我们之前的代码吧 那么对于自己的发送的代码 其实就应该是这一段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找到me lists这个div 然后拷贝一下这个div 把这一整块的HTML全部都拷贝一下 然后我们在整个外层 在他的一个my plus ready的外层 我们去写一个相应的方法 可以去写一个发送 发送消息 写一个function 然后定义为send message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先把这个HTML代码先写上 然后看一下 这个代码里面其实会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一个头像 是用户的头像需要去显示 另外一个是用户所发送的消息 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法需要传入两个参数吧 我们来定义一下 第一个参数是face image 第二个参数就是一个message 然后呢 把这两个参数丢到这个HTML里面去 就OK了吧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先来定义一个HTML的死菌 定义一个死菌 然后我们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关键字 我们可以使用HTML messageHTML 然后呢 就直接可以使用这个 做一步一步的加等语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在这个后半部分 进行一个相应的拼接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只要这样子 在它的头部加上一个单引号 然后尾部呢 是一个单引号 外加一个加号 然后一步一步去做商业的拼接 然后最后一个是单引号和一个分号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结尾 然后其余的部分都是一个单引号和加号 那么这段HTML就其实已经是OK了 OK 那么这段HTML有了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参数放进去吧 所以我们把SRC这一块先拿掉 作为一个相应的拼接 那么第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app.imageserver.url 把它的前缀地址给加上 然后呢再把我们的face image拿过来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的消息 message 把这一块内容呢 我们可以替换掉 那么现在我们整个一段HTML就已经是有了 那么有了之后 我们该如何的向我们当前的整个页面里面去做一个chall呢 这支chall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相应的API 看一下我们的外层的包裹处啊 我们外层使用的是一个叫做message进行的一个包裹 所以我们只要获得这一层的DIM元素 在这个里面去做一层一层的插入就可以了吧 每一条消息有了之后 我们只要插到它相应的最后一条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获取一下这个message的一个DIV 我们就可以定义为一个message list等于 可以使用doc或者说是document 其实都是可以的 doc.getElementById 然后这里面把message写上 获取这个list之后 那么我们只要这样子 通过这个DIM元素点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insert 有一个叫做adjacentHTML 就这个 它是可以把相应的一个字符串的HTML 可以动态的拼接到我们当前整个DOM元素最后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使用它 然后使用它了之后 我们只要给它加上一个相应的指定位置 指定位置使用beforeend 然后再把这个HTML的元素 我们统一的拿过来 就是message HTML 拿到这个部分 那就OK了 当我们去发送一条消息的话 它就会向当前我们的页面 最后一条去做一个相应的插入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方法写一下 把这个方法放到我们发送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位 写了注释 发送消息 其实应该是渲染消息的HTML 到messageDIB之下 然后对于这两个传入的参数 我们也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修改吧 我们先把这个message text vill我们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 那么还有有一个相应的 它的一个face image 那么我们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提到上面去 我们不要写的这个下面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拼接 其实也是可以的吧 然后把原来的地方给删掉 好 然后这个face image保留这样子就OK了 在我们上面的这一层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相应的获取 那么face image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事物 对于我自己来讲 是我自己的头像吧 那么我们只要通过 me.image 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相应的获取 我们可以这样子 me.face image 可以去获取吧 那么这样子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动态的 把相应的两个参数 传到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内容区里面 就可以了 然后在发送完毕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要做一个操作 清空消息 文本框中的内容 那么要去清空的话 我们只要把它的一个 messagetext.federal 我们给它附上一个双引号就可以吧 就代表是一个空字五串 那么这样子就OK 然后清空完毕之后 对于我们的按钮 发送按钮 其实我们也要去做一个修改 因为现在是一个绿色按钮 当你在发送完毕之后 你应该把它的class改为garry 就是改为灰白色 发送消息完毕之后 把发送按钮的颜色改为灰白色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测试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把基座呢 重新的启动一下 启动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最好还是要把进程呢 给结束掉 那么我们来测试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把这个进程重新关闭啊 好 重新关闭之后 我们重新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消息的发送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 测试消息发送 然后我们点发送 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已经是发送出去了吧 发送出去完毕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上测试消息发送 已经是在我们的一个页面上 做了一个相应的展示了吧 然后看一下当前的我们的头像 头像的话是一张紫色的图啊 和我们当前头像其实是一样的 是薰衣草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相应的操作已经是OK了吧 再来做一个测试啊 发送点击出去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发送的一个消息的 html渲染就已经是OK了 既然我们是有一个发送 所以说还会有接收 所以说我们下一节会把这个接收的html 做一个相应的渲染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可以发送消息了 这一节呢 我们来做一个接收消息啊 我们把这一段代码呢 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之后 把它改为接收消息 然后把sendMessage改为receiveMessage 那么这里面的一段相应的html就是不正确了 我们需要把它给删除啊 那么删除的话 我们可以去找到之前的一段代码 我们找到html是friendlist这个class 把这一整段的html拷贝一下 拷贝到我们相应的地方 receiveMessage 然后呢 对他们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加上单引号 把单引号呢 都加上 然后他们的结尾都是一个单引号和加号 好OK吧 那么这一段html拼接完毕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头像替换掉 头像是需要做拼接的 还有是message 是接收到的消息 把这一段没用的代码呢 删掉 删掉之后 其实我们整个雏形是有了 有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修改 那么我们的这个face image 我们不用传 我们可以这样子 face image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朋友的头像吧 我们之前在前面几节 我们只是有取到 朋友的相应的参数 是从上一个webmail传入的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些内容 作为一个全局的变量 也是OK吧 我们推到在my.plus ready之上 把它们都作为一个全局变量 好OK 然后呢再把这个里面私有变量 原来的vr这几个字给去掉 那么现在复完之后 其实它们就是相应的全局的变量了吧 然后对于全局变量来讲 我们呢把这个朋友的头像复制一下 拷贝到这个部位来 拷贝过来之后 我们还是需要去加上一个app点 image server url 那么这样子才OK吧 那么现在其实这样子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们这一端代码是拼接的 就已经是OK了 然后呢拼接完毕之后 它会做一个相应的渲染 那么这种渲染方式 其实跟我们之前在做fasm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吧 那么现在我们既然是没有nete 就是说没有付端向我们这一端做退送 所以说我们可以拷贝一下receive message 我们拷贝一下这个方法 在我们发送的时候 再去做一次接收 我们找到之前做发送的地方 这里是做发送嘛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做一个测试 receive message 也就是说当每一次用户去点击去发送一个 我们都来模拟一下 这是模拟接收消息 可以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做 然后这边做完之后 其实在我们的nete 就是说我们服务器在写完构定完毕之后 只需要再调用一下一个这样的方法 调用一下这个接收消息的方法 那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一个消息的接收了 然后的话 我们现在到应用上去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好 然后我们打开远程桌面 我们现在可以来模拟看一下 测试 发送一条 发送一条完毕之后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最下面 模拟接收消息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模拟的一个消息吧 它也已经是显示了 然后呢 我们随便再写一些内容 发送 它还是可以接收一个相应的消息 OK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整个接收消息 以及是发送消息的HTML的一个渲染 那么这样的一个步骤 就已经是完成了 大家在课后呢 对这一段代码可以再去回顾一下 去写一下 那么对于我们聊天软件来讲的话 其实在我们用户发送完毕聊天信息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播放一条相应的短信铃声吧 用户在接收到一个新的消息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去播放一下 接收到的相应的铃声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节就把这个 接收和发送消息的时候 铃声的播放呢 我们来做一下 首先看一下我们项目的工程啊 预先呢 我已经是引用了一些相应的铃声 这个大家可以去使用老师的 或者说呢 大家去自行到网上去下载 也是没有问题啊 这个都是随意的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都是一些相应的MP3 那么当然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格式 比如说像WAB啊 也是可以去使用的 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播放音频的组件 我们打开这个H5加的官网 然后找到这边会有一个audio啊 我们点一下 audio其实就是音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audio模块是用于提供音频的录制和播放功能 那么在这里我们主要会使用到播放嘛 它可以调用系统的麦克风进行相应的录音操作 也可以调用系统的扬声器 音频去播放相应的MP3音频等等 都是OK 没有问题的 那么主要是通过plus.audio 去获取相应的音频管理对象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会有一个方法 叫做create player 是创建了一个音频播放的对象 其实它这个意思是 就是相当于是创建一个播放系 这个播放系有相应的API 可以让你去调用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下看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创建对象的时候 可以通过create player 然后它会有一个勾造参数 这个勾造参数是一个pass 然后这个pass是一个音频文件的路径 并且呢它是必选的 往下面看一下 在我们的平台 就是安卓和iOS来讲的话 它其实支持的一个路径是不一样的 对于安卓来讲 它可以支持像https开入的一些网络音频 是OK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iOS来讲的话 它只可以支持相应的一些本地文件 它暂时还不支持网络的MP3 所以说我们相应的银声都是存在我们本地的 OK吧 另外的话我们推荐是使用MP3 因为MP3的话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格式 或者说是使用WAV也是OK的 没有问题 然后再接着往上面看 然后它其实在创建一个播放器之后 它是会返回一个音频对象的 就是这个播放器音频对象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其实这个对象里面会有很多的API方法吧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只要就是会使用play 因为短信的铃声会比较短 我们点击一下 让它直接播放完毕就OK了 像这个play的话 它其实里面还会有两个回调函数 一个是成功的 一个是失败的 另外大家想要去拓展的话 也可以去尝试播放一个比较长的一首歌 然后通过它可以去暂停 播放 停止 然后快进等等 都可以去做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使用它相关的API 到我们代码里面去做一个相应的完善 那么我们可以到发送和接收消息的方法之外 到他们的下一侧 我们可以去写 写一个方形 先写写好注释 播放 发送消息的铃声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播放接收消息的铃声 然后呢我们分别都会去写相应的函数 我们就取名字叫做 play send message sond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我们把它取名为play receive message sond 好 然后呢我们去构造一个对象吧 构造一个 audio player 通过 plus 点audio 点createplayer 创建一个播放器 然后这个播放器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代码提醒其实就已经使用 这是一个音频文件的所在路径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去写一个相应的mp3吧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只是在根目录之下 根目录下mp3 然后会有相应的内容 我们把它的文件名直接可以拨展出来 是send.mp3 OK 那么这是第一个audio 第二个audio 我们只要直接复制这一段话就可以了 复制一下 然后呢把它这个改一下 看一下吧 是这个ddd 拷贝一下 好 OK 然后构造了这个player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个播放吧 那么它有一个api 就做play 那么这样子就直接可以去播放了 它里面的回调函数我们不需要去管 然后写完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放到它发送和接收消息的一个内部方法里面去吧 我们先拷贝一下发送的 我们先拷贝一下发送的 拷贝到这个部位 然后呢再把这个拷贝到接收的部位 好OK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可以做一些相应的测试啊 那么首先呢为了我们可以区分一下测试的一个播放的音频 我们先把这个接收消息的我们先注释表 然后呢我们先测试发送消息的一个音频的播放 我们可以先去启动制作吧 启动一下制作 启动的同时呢大家不要忘记需要把APP的进程刷掉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涉及到了本地的一个播放器 需要去播放本地的音频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操作的 刷掉进程 不管是在LS还是安卓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控制台上 其实我们已经是OK了 然后打开H6的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 我们来发送一个消息 发送完毕之后大家应该可以听到啊 有一个很短的铃声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OK吧是可以听到的 然后的话呢我们把相应的代码给注释掉 把发送的消息注释掉 再把接收消息呢我们打开 打开完了之后再来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OK吧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可以听到 我们再把这个远程中间打开 再来做一个测试 点击发送听一下效果 OK吧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发送消息 以及接收消息的一个铃声都已经是OK 都已经是可以播放没有问题了 大家可以在课后去试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APP上呢 我们已经是可以通过一个发送的消息 还有是模拟接收消息 把相应的HTML做一个消息渲染 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是 要和我们的后端呢做一个连条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连体后端服务 能不能接收到我们前端用户 写的一些相应的消息的发送 并且呢我们的服务端会向我们的APP推送一些相应的消息 看一看我们能否去接收到 我们这节呢会来把这些相应的内容去做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后端 后端的话 我们目前chart handle了 是我们以前所写的吧 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我们直接可以去使用 然后对于消息接收的话 我们只要在这边可以把相应的消息先打印出来 再把一个消息重新构建构建完毕 再发送到前端去接收去看一下 那么这一块如果说OK的话 那么说明我们的前后端的 连体服务整合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前端 我们来想一下我们的一个 NATI和我们前端进行通信的 一个websocket模型是写在哪一块 其实我们有两个页面 一个是聊天页面 还有一个就是聊天记录的展示页面 就是imook-chatlist这里 那么其实我们整个websocket WS模型我们可以写在当前这一块里面 就是OK的 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以前写的一段代码 我们以前写了一个相应的 小的一个web端网页的一个收发消息 在这里webchat index.html 我们双击打开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只是有一块业务的模型 我们把这一整块chart我们全部都拷贝一下 直接拷贝到我们的imook-chatlist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可以放到这一块 放到当前页面的plusready plusready之下 然后对于这一块模型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重构 我们把基本代码重构一下 我们先写一下相应的注释 这个注释是构建聊天业务chart 然后这里面有些内容 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更改 比如说像一个init 首先的话我们一步步看 首先第一个属性是websocket 我们一开始conditioned 然后是我们要需要通过外部的一个调用 调用我们的init方法 把我们的一个websocket进行相应的触始化 完了之后我们到里面去做一个相应的操作 首先有open,close,error 以及是接收消息,onmessage 那么一些相应的方形 我们一开始是写在这个等号之后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做一个相应的提取 我们可以在这个chart后面 我们去把相应的内容先去写上 首先我们一开始open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ws定义open 我们把代码拷贝一下 然后wsopen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一个日记的打印 concel.log websocket链接 以建立 好,ok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法 我们只要把这个方法名拷贝到这个后面一块就可以了 这边是onopen 然后把等号后面的这一个函数给去掉 我们把wsopen给贴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自动的去做一个相应的调用 然后不要忘记我们是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chart.wsopen 把这个对象给写上 然后下一个我们会写一个onclose 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直接剪切掉 剪切到下面这一块 我们定义为wserror 这个是wsclose 连接关闭 好,ok 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拷贝一份是wserror 这是连接发生错误的时候 好,然后我们把close也写一下 是chart.wsclose 好,ok 然后是一个接触消息 接触消息的话是一个onmessage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为wsmessage 我们定义到这个chart之后 定义在wsopen之后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e 这个e是传过来的相应的一个消息 把这个代码拷贝一下 这边是发生错误 好,ok吧 基本的这些方法都已经是ok了 然后wsmessage我们拷贝一下 需要把这一整段内容呢 我们都要剪掉吧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一开始的一个init方法就已经是ok了 然后的话这边会有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其实写的 提醒其实不太正确 我们现阶段的一些手机来讲的话 我们所有手机的浏览器 它其实都会支持websocket的协议 所以说在这边我们应该做一个相应的提醒 或者说你把这个判断else给直接拿掉 我们可以把这边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可以写一下手机设备过旧 像有一些手机设备如果说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有一点年限的话 那么相应的它的浏览器可能会 就是有可能会不支持websocket 所以说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就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提醒 请升值手机设备 可以这样子 好 那么现在这一块业务有了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在这个部位去写 其实并不是很好 我们把这个可以挤取出来 挤取出来之后写到我们的app.js里面去 打开app.js 然后在它的一个顶部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 URL的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为它取一个名字 可以取名为一个nettyserverurl 然后把这一块给框起来 那么这个的话在我们后续发布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些URL 我们都要去做一个相应的更改 要更改的话 我们直接统一的在这一块地方做修改就可以了 而不必去重新的再去找到我们某一处代码 netty服务后端发布的URL地址 好OK吧 那么这个nettyserverurl就直接可以去使用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去把这个内容删掉 通过app.nettyserverurl 那么这个时候 这样子的话 它的一个写法就比较明朗 也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的话我们这一块内容有了之后 其实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判断 因为当我们的浏览器一旦是支持 它就会去把这个web socket去拗出来 所以说在做这一步操作之前呢 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 我们要判断当前我们的web socket 是否已经是存在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需要来一个if判断 把注释写上 如果当前的状态已经连接 那就不需要重复出实话 web socket 然后呢把这个if条件里面的内容去写一下 我们需要判断 我们需要判断chart.socket 首先要判断它不为空 不为no 并且呢 把这个复制一下 并且它是不为undefined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回撤 再来一个并且 并且chart.socket 它的一个状态 它其实是有相应的状态 它有一个ready state 判断它属性中的一个ready state状态 是否是一个打开状态 那么打开状态 其实是一个web socket.open 这个是指代表我们 它的一个web socket打开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 当我们的socket的两个都不为空 并且它的状态是 已经链接中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下面去执行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做一个return return false 直接给跳出去就ok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chart这块 我们要去做一个消息的发送 消息的发送直接通过chart.socket send一个message 那么这个我们是之前的代码拷贝过来的 我们把message在这边写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就发送一个send message就可以了 这一块内容只需要由我们的一个发送按钮去调用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整个这一块的一个web socket模型是构建完毕 构建完毕之后 咱们的这个初始化需要有一个对应的地方去调用 那么这个初始化放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一块 在这个部分 这里是在plus ready 也就是说是在我们手机设备就绪以后做的一些相应的事件 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chart.init 放到我们的设备就绪以后去执行了 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一块内容放到添加的一个自定义事件 我们放到这里 刷新好友请求 然后是这边我们再增加一个初始化web socket 那么为什么要交到这里 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为当前的一个页面增加了一个refresh的一个自定义事件 然后这个refresh自定义事件是在我们的index页面 可以看一下吧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我们之前有写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四个页面 四个全乡卡都是在我们的index里面去控制的 可以看到在最下面 其实我们之前写了一个预加载initdata 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去调用imogchartlist里面的refresh方法 那么在调用refresh方法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页面加载生命周期里面 去做的一个相应的渲染 所以说我们直接可以把他的一个 把它的一个chart.init放到这个refresh里面去就可以了吧 然后的话如果说这两个有先后顺势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一块会有一个相应的判断 因为他会判断你这个当前状态是否是open 如果说是open的话 他就不会再去重复的做一个相应的web socket的一个打开 这样子就ok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在模型构定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到聊天一面我们去做一个相应的发送消息 那么发送消息的话 我们之前只是有讲过 我们可以通过获取webview 获取webview之后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操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何去获取 如何去做 调用web socket发送消息到net后端 首先呢我们需要去获取imoc-chatlist.html这样的一个webview 我们来找一下他的一个webviewid webviewid是这个吧 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之后我们可以来进一个ws对象 wswebview通过plus.webview.getwebviewbyid 然后呢把我们之前拷贝过来的id 页面id给贴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应的webview对象了 然后通过webview对象 他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手动的触发我们的js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跨页面跨webview的一个js调用 我们在chatlist里面 他其实有一个方法 他叫做chat.chat 就是通过一个chat对象去调用chat聊天的一个消息的发送 那么要去发送这个chat 其实他就是一个js的方法 那么对于js的方法的调用的话 我们的web socket对象 他里面有一个相应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eval.js 看一下 他是说他是指要在窗口中运行脚本的字符算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去调用其他的任何一个webview的里面相应的js脚本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只要去把相应的js字符串在里面去写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先写一个双引号 然后他上面写了他是说是要写一个脚本的字符算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把这个chat.chat这个方法给拿过来吧 并且我们要在里面传入一个message字符串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这样写 chat.chat.chat方法 然后括号括号里面就是一个message要发送的消息 那么这个message要发送的消息其实就是我们的message text 它的一个fail值吧 我们只要把这个拷贝一下放到这里做一个字符串拼接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这个message删掉 我们来做一个拼接 贴过来 那么这样子贴过来之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做一个相应的发送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 我们先把这个机座关闭 关闭之后呢 我们再把手机上的一个APP的进程关掉 杀掉之后呢 我们再去指动这个机座 好 现在是齿灯OK了 齿灯OK之后呢 我们打开APP 并且呢把远程桌面也打开 好 然后呢 我们到这个硬门里来 我们点击这个这只小熊啊 我们来做一个相应的消息发送吧 我们随便写一些内容 你好 然后呢 我们点击发送 好 OK 现在是已经发送出去了 发送出去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后台吧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有一个websocket的建立 然后呢 报了一个错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后端啊 在我们的后端 接收到了一个相应的数据 是你好 是接收到了 那么说明我们发送是成功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 接收啊 接收的日子并没有打印吧 接收日子是在WSMessage里面 会有一个相应的消息的接收 那么接收消息没有打印 说明报了相应的错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错误里面呢 他是提醒他找不到WSMessage这个变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写的代码 找到这里啊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呢 并没有写上chart点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去给他加上 加上之后他才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不要忘记在后面我们给他一个分号 去进行一个结尾 重新保存啊 重新保存啊 保存完毕之后呢 再到我们手机上来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那么还是一样 我们关闭了一个制作之后 就需要去做一个重新的启动 重新启动完了之后 再把整个APP的一个进程杀掉 杀掉完了之后再去做一个打开 好OK 那么现在我们来重新做一个测试 我们来发送一条消息啊 写一个hello 发送一下 现在已经是发送了 发送完毕之后呢 我们到后台去看一下 后台的hello已经是获得了吧 我们再到前端去看一下 因为他会获得这个hello之后 再来一个white and flash啊 把他的内容给传到 给推到我们的一个手机端 打开前端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日志 然后这里呢 是接触到消息啊 是服务器在什么时候 接触到了一个消息 消息内容为hello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消息是OK的吧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发送 已经接受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double socket的模型 就已经是OK 然后下一节的话 我们会把接触到的内容呢 我们到当前的一个聊天页面上 来做一个相应的展示 也是可以的吧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在页面上输入一些相应的消息 发送到我们的nety后端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接收到nety发送过来的相应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个相应的渲染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这一块 当我们接收到nety传过来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需要以一个接收的消息的形式 到我们页面上去做一个相应的渲染吧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调用这个receive message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来写一下 我们要在这一块地方去调用我们另外一个聊天页面的一个相应的js 所以我们其实同理也是一样 我们是需要去获得它的一个webview 获得它的webview对象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方程吧 先把相应的代码写好写个处置 调用聊天webview的接收消息的方法 把方法名拷贝一下 receive message 好 然后呢在这一块我们就需要去获取聊天页面的一个webview的id 那么聊天页面的webviewid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我们的通讯录页面 通讯录页面当我们去打开一个子页面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charting-friendid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用和关联的 那么我们先把这一块拷贝一下 拷贝到这里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friend的userid其实在我们当前这个页面上其实并没有吧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现在暂时先不写 我们等到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边写成一个动态的 在这里我们为了方便测试 所以说我们会先进行一个写死的 然后呢这边我先加上一个todo啊 好OK 那么要去写死的话我们去找到数据库 现在我们聊天的这个朋友是qqq对吧 我们把这个他的用户id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拼接到这个部位 好拼接过来 那么拼接过来之后 我们的webview就可以去获取了吧 我们把这个webview定为chartwebview 然后呢再去调用它里面相应的js 那么调用js的话就直接可以拷贝里面的receive message这个方法 拷贝到这个部位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相应的拼接吧 我们把接收到的一个字符串 往这边输入一下 把这一点data卡贝放到这个部位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说是在这个部分是OK了 然后OK完毕呢 我们呢去跑一下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机座啊 去运行一下看看会不会报什么错 打开机座去运行一下 我们先随便发送一些内容啊 发送发送成功 发送成功之后呢 现在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接收到的消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他其实报了一个相应的错误吧 他在这边报了个错 他说找不到这个receive message这个方法 这是为什么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聊天页面的时候 我们为当前的页面加了一个命名空间吧 就这一块 这个命名空间的作用是保护我们的JS代码 是不让其他的页面去调用的 那么现在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就已经相应的正式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吧 那么所以说在这里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方式把里面相应的方法给提取到 它的一个命名空间的外层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直接把这个命名空间呢 给注释掉就可以了 这样子注释 那么注释完了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相应的代码 其实都已经是暴露出来了吧 暴露出来之后 那么我们在其他的webview页面 就可以对我们当前这个聊天页面里面相应的JS 做一个调用了 还有一块地方 我们也是需要去注意要去修改的 可以看到我们以前是把Document的对象 改为了Doc 重新了进行一个相应的命名 所以说在我们当前的一些相应的JS地方呢 我们也要去做一个修改吧 我们要把所有的DocDoc改为Document 我们可以这样子 把这个Document就是Doc. 点这四个字符 我们Ctrl-C Ctrl-F一下 那么在这个部位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全局的统一的一个字符串的更改 我们把它统一的更改为Document点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全部替换 点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所有的Doc点 全部都更换为了Document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段JS就已经是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重新的进行一项应的一个测试 打开制作 先把这个APP呢 进程给结束掉 结束掉之后 我们再重新的进行一个启动 然后启动完了之后啊 我们来做一个聊天 我们发送一个消息 点击回车 点击发送 现在已经是发送出去了吧 发送出去之后有没有成功呢 我们把页面再往下面拉一下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是可以做到接收消息了吧 只不过接收的消息呢 被我们下方啊 也就是说发送完毕之后 它是在我们下方的一个页面 去进行一个插入的一段HTML 但是我们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resize 所以说对于这个页面的一个滚动条来讲 需要让滚动条重新的resize resize到我们之下 那就可以了吧 所以呢 我们还是需要去额外的进行一个代码的调用 我们找到之前的发接收消息 然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里面 EVALJS 我们在这里面会额外的加入一段新的JS 这个JS 它的一个调用方法就是resize 重新调整聊天窗口的一个滚动条位置 贴过来 加上一个冒号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打开HBO的制作 然后呢 再来测试 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随便写上一些内容 然后发送 发送出去之后 就会看到 我们这个接收的消息 已经在我们下面就展示了 我们刚刚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个滚动条的拉伸 把它拉到了最下面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接收的一个消息 这样的渲染过程就已经是完成了吧 现在呢 我们的一个前端的页面 发送消息 以及是接收消息 和Netty服务端进行的交互 是可以进行一些相应的 HTML消息的渲染 那么假设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负端 现在只能只是假设 假设我关掉了 那么关掉之后 在我们的前端这一块 我们再要去发送消息 肯定是发送不了吧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场景呢 先模拟了一下 先看一下 我们到后端啊 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呢 先把服务器关掉 关掉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发送一个相应的消息 这个时候 可以发现 它消息虽然是在我们的页面上 进行了一个渲染 但是呢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发到我们的后端 那么后端的话 也并不可以把你的消息 去发送给你的好友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要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是什么处理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后端 如果说是断掉了 那么我们其实应该要有一个相应的判断 当你的一个web socket是一个可用状态 你才可以去做一个消息的发送 OK吧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可以先去写一下 我们拷贝前面这一段代码 这是在初始化的时候 做的一个相应的判断 我们把这个发送的 这一行代码呢 拷到这里 在这里面会有一个相应的判断啊 这个判断就是判断我们的web socket 不为空 不为undefined 并且是一个open 打开的状态 在这个情况下 你才可以去做一个消息的发送吧 OK吧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服务器 重新始动 重新始动以后呢 就恢复了一个使用吧 那恢复了使用之后 我们的一个前端页面 还可以再继续发送吗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后端始动完毕啊 始动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到前端页面 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在这个页面 刚刚我什么都没干 我没有退出 也没有重新进来 我还是停留在这个页面 我再发送一段相应的消息 可以发现 其实你的消息呢 只是还是发送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socket 现在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你需要对它做一个重新的打开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做一个判断吧 在里面写一个判断 我们要在else里面去把相应的一个web socket 去重新的一个重连 其实这就是一个重连之质 我们呢可以使用chart.init 这个就是之前一开始意念 进来的时候处始化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对它做一个相应的处始化 然后处始化完了之后 然后再去做一个消息的发送 把这个消息呢发送出去 但是我们这个消息发送出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做init的时候 和我们下面这行代码 其实这两块代码 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非主色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延时 当我们init完了之后 我们要隔个一秒钟 或者说是500毫秒 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方法调用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 我们去写一个内容啊 重新写一个方法 叫做wechat 重新发送消息 然后再把这一段代码贴过来 然后这里面我们的一个日子呢 可以相应的去做一个修改吧 消息重新发送 把message需要的参数贴过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写一个setTimeout 做一个延时吧 延时的第一个参数就是wechat 我们通过chart点wechat 然后在里面传入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message吧 把message拼接上去 不要忘记在后面 我们需要有一个延时 延时的话 我们先写个一秒 这样子就可以吧 然后现在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注释完善一下 如果当前websocket的状态是已打开 则直接发送 否则重连 那么else里面就是一个重连吧 重连websocket 好OK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测试啊 测试的话 我们把这个基础全部都关闭 然后呢 需要把相应的进程也要烧掉 重新去把基础始动一下 然后呢 我们的后端同样的 我们把后端呢 进行一个重启 好OK啊 后端重启完毕 然后我们前端的制作也已经是好了 然后打开我们的APP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先来发送一个消息 现在发送消息肯定是OK的吧 我们发送123 点击发送 可以发送出去 也可以收到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个后端给关掉 好 现在是后端关闭了 后端关闭以后 我们到前端 我们再来发送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时候 肯定也是发送不了吧 发送一下 那么现在是发送不了的 那么发送不了的话 此时 我们在后端呢 重新把这个服务器始动一下吧 好 ok 启动完毕啊 启动完毕之后呢 我们再到前端啊 重新的 我们先把前端的直行去通一下 然后我们的界面没有改变 重新我们再发送一个啊 三二一 我们点击发送 点击发送完了之后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控制台 控制台是 可以看到 消息重新发送啊 说明我们消息是重新 通过了又一次的链接 把消息重新的发送了 发送完毕之后 我们又接收掉了一条消息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前台又重新把消息 进行了一个接收了吧 ok吧 那么这一块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消息重新啊 这一节开始呢 我们把Meti后台服务 这一块的一些相应的内容呢 进行一个重过 我们先打开这个 chart handle了 双击把这个打开一下 然后现在目前这里面的淡网呢 其实是我们之前所写的 我们没有去经过任何的处理 以及是修改 所以说针对这一块内容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相应的操作 去处理一下吧 那么要去处理的话 首先啊 我们先来把这一块内容 先去改一下 先看这一块啊 当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和我们的后端 进行一个链接之后 那么相应的channel 我们就已经是有了 那么我们是通过这个client 进行相应的管理吧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是把所有的channel 都是放到这个channelgroup里面去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统一的把这个client 先改掉 把它改为users 我们可以按住 alt shift加r 那么这样子的话 可以批量对我们的所有的一个 相应的名字 都进行一个重明明 可以看到这边是标志的选中 然后下面向他client的地方 全部都进行了标志 然后你做一个重新的修改 改为users 再回说 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 是他所有的地方呢 统一的都进行了一个批处理的修改 可以看到吧 是他的地方 全部都改掉了 如果说你当前这一个类有100个相应的属性 你也可以一下子批量的进行统一的处理 那么这个是在eclips里面的 如果说是用的使用的idea的话 大家可以各自再去查一下 它相关的一个快捷键也是有的 那么现在我们改为users以后 我们呢 把所有用户一开始 只要是链接完毕之后 他的channel就通过这个添加 就让我们的这个channelgroup 去进行一个相应的管理 那么这个handle了edit的这个方法 我们就已经是OK了 然后下面这一块handle了remove的 这个就是我们客户端和后端在断开以后 那么呢 我们把这一块内容呢 我们重新的去修改一下 在这里我们是需要去修改的 我们之前说了 当用户直接去移除了之后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channelgroup 会自动的把他的channel给移除掉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规范一下 把它这边啊 我们手动的再把这一行代码再去写一下 这个是remove 然后remove完了之后 其实我们还有一步操作是需要去做的 就是说当我们的一个用户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后端 他们两个在进行交互的时候 如果说发生了一个异常的话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处理 其实在用户和后端 只要是发生异常 我们就应该把他的一个channel 进行相应的关闭 关闭完了之后 再执行这样的一段代码 就是把他的channel 从我们的组里面去进行一个删除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exception呢 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我们到source这一块 overwrite implement methods 然后去找到一个相应的方法吧 这是在他生命周期里面的一个相应方法 exception code 点OK 代码生成 生成之后 在这里面去做相应的处理 那么首先一个 我们可以先去把这个cost 这个就是他的异常 我们直接点print static trace 把它的一个错误心思 可以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之后 发生异常之后 关闭链接 关闭链接 只是就是关闭channel 关闭channel 随后 从 从这个 我复制一下 随后从channelgroup中 移除 那么要去关闭的话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ctx吧 上下文对象 ctx.channel.close 关闭一下 关闭完了之后 再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 users.remove 把这个channel 给进行一个相应的移除 那么这个时候 就已经是相应的 处理就已经是OK了 handle了edit handle了remove的 以及是我们的异常 好OK吧 那么这一块代码写完之后 我们就要去对这个 在这一块内容 channel5.0里面 去做一些相应的操作 这里面主要是 针对我们的消息 去做操作 那么这里面 设置到一些相应的类型 这里面的内容 我先暂时全部都删掉 我全部都删掉 删掉之后 我先在这边 我们先一步一步的 我们先把主要要做的 相应的操作的一个流程 先写一下 我们通过注释来写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 我们是要获取消息 客户端 发来的消息 那么这个发来的消息 其实就是 message.text 就是这个方法 这个我们先注释掉 我们先不用吧 我们先把注释都写上 第二步 那么获取完消息之后 我们应该要判断 消息的类型 其实消息的话 不仅仅只是聊天 这种消息 其实还会有很多的类型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都会通过一个枚子 来进行一个定义 判断消息 类型 根据不同的类型 来处理不同的业务 那么在这里面 其实有哪些类型呢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类型 就是当我们的web socket 客户端和我们的netty 服务端 第一次建立链接的时候 就是在unopen的时候 会有一个相应的 一个链接的一个请求 我们可以写一下 当web socket 第一次upend的时候 初始化channel 其实在初始化channel的时候 其实这个channel 在我们一开始建立连接的时候 就已经是给我们的channel group 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了 给它处理完毕之后 我们这里面仅仅拥有的 只是一个channel 或者说是我们有它一个channel的 一个id channel id 那么这个channel id 和我们真正的用户 在我们数据库里面的一个user id 是没有办法去关联的 所以说一开始的话 我们就要去 对它做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把我们的channel 和我们在数据库中的一个 用户的唯一id 做一个关联 把用户的channel 和user id 关联起来 好OK吧 然后我们再看 第三种 第三种的话 就是一个聊天 聊天类型的消息 那么聊天的话 其实很简单吧 首先的话 我们要把相应的一个聊天记录吧 把聊天记录保存到数据库 那么其实有人会说 不要把聊天记录保存到数据库 那么其实这个是不现实的 任何的一个用户的聊天记录 我们都是会保存到数据库的 那么只不过你顶多会进行一步相应的处理 就是针对聊天记录做一层加密 加密完了之后 把一堆乱码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去 等到以后要去使用 假设要真正的去追究一些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时候 你可以去把相应的一些记录拿出来 再去做一次解密 那么在这边的话加密解密 我们就不去做相应的操作了 我们只会把一个用户的原始的消息的内容 保存到数据库 这样子就OK了 把聊天记录保存到数据库 同时的话 其实我们要标记一下聊天记录的一个状态 标记消息的 应该是一个签收状态 那么签收状态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用户发送一条消息的话 是未签收 那么等到你用户发送到另外一个 其他的用户的手机单上之后 那么其他的用户只要是读取之后 那么我们的消息就是会签收 签收的话 我们就要去更改数据库里面的一个相应的状态吧 这边是未签收 那么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就是2.3 签收消息 这个是针对具体的消息进行签收 其实也就是修改数据库中对应消息的签收状态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它改为已签收吧 OK吧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面 其实我们是会做到一个批处理 就是说不管是有一条消息 还是有多条消息 我们统一的都会在一个方法里面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最后一步 这是第四种消息类型 2.4 那么对于这种消息类型的话 其实是一个心跳 心跳类型 那么这种心跳类型的话 其实是由前端发起的一个心跳 那么心跳的话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会使用两种 一种是由Netty提供的 就是我们后端的心跳 另外一种就是在前端 我们去自己写的一种心跳 关于心跳的话 我们会在下一章节再去写 就是说我们这个2.4这样的一个消息类型 我们暂时先这样子写好 等到具体去做了 我们再来细说 心跳类型的消息 那么这一块主要就是了 我们的一个要去处理的一个流程 那么我们下一节的话 会针对这里面的一个流程 一步一步去把相应的代码去进行一个实现 现在第一步呢 我们先来获取用户的一个发送过来的消息吧 那么之前我们把这种代码注视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把它开放 开放一下之后啊 这个content 就是我们从前端接受到的一个相应的消息 那么其实接受到的消息的话 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在这里的话 其实用户发送过来的 它里面有不同的类型 那么不同的类型 根据它的类型 如果说是聊天类型的话 又有一个是聊天的具体的内容 然后具体的内容 又和用户发送者的ID 接收者的ID等等相应的进行关联 那么这些内容 其实光光一个字符串是不够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会定义两个实体类 这两个实体类都是一个just new项 那么在前端传过来之后 我们只要把这一段字符串 转换为一个实体类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就可以了吧 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个 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那么首先的话第一步 我们去建立一些相应的实体类吧 那么实体类的话 我们先根据下面的类型 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我们可以去找到自己的pojo 我们可以到pojo里面 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置画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实体类 放到我们的netty之下 我们尽量不要和数据层 最快的一个实体类相关联 我们放到netty里面去 也是可以的 我们到这里面 我们去新建一个类 然后呢 我们为这个类 我们取一个名字 叫做data content 然后建完之后呢 我们去实现一个序列化接口 然后呢 再去生成一个它的ID 佛形ID 好OK 那么我们需要为这当前的一个实体类 去添加相应的属性吧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要定义它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流程 它会根据它不同的消息类型 去做相应的业务处理 所以说我们需要第一个 为它增加一个相应的属性 我们定义一个integer 然后呢 属性的名称 名称叫做action 这个就是一个动作吧 动作类型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其实我们的一个聊天的话 聊天的内容 应该也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pozo类 去进行相应的处理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chart message 那么这个chart message 我们现在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去把它给 也是一样 我们去new一个出来 也是可以的吧 我们可以在当前的这个类啊 Ctrl C Ctrl F C Ctrl V 直接拷贝一下 改为chart message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去做相应的处理 首先啊 我们的一个version ID 序列化的ID的话 我们需要重新的生成 我们不应该去使用 之前拷贝过来的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哪些属性呢 首先的话 我们message肯定是需要的吧 定义一个死菌类型的message 这个就是用户相互发送的一个消息 这是聊天内容 那么既然设置到发送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发送者的用户ID 以及是接收者的用户ID吧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它两个相应的组件 也要去写一下 我们定义为send ID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receiver ID 好 两个ID有了之后 我们注释写一下 发送者的用户ID 下一个是接收者的用户ID 好 我们还需要有另外的一个类型 那么还有一个相应的属性的话 我们应该也是一个死菌类型 那么我们应该写什么呢 我们应该写messageID 那么这个是用于干嘛的 这个主要是用于做签收 因为我们消息的话 一方面第一种的话是一个发送的 那么发送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messageID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要去做签收的话 我们应该把相应的messageID给传过去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是写一下 这个是用于消息的签收 好 OK 那么我们现在针对整个类 生成一些相应的get set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select all 我们这个flashingID 不需要去生成 点OK 那么相应的方法都已经是生成了 生成之后再回到我们之前的一个类 data content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chart message 就可以去使用了吧 然后呢 我们这边也来一个相应的一个注释 我们为他写上一个用户的聊天内容 entity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因为往往我们在做一个数据传送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在做聊天 还是说我们在和第三方系统做对接的时候 往往我们都会发现 他又会提供一个额外的一个参数 就是extend 我们先写一下 那么这个extend其实它主要是用于 以防万一 万一你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扩展参数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一种形式传过去 OK吧 那么这个在往往在做一些 系统堆接的时候是用的最多的 这个是扩展字段 那么这个扩展字段的话 我们后续也是会使用到的 然后我们基本的属性有了之后 我们再去把get set做一个相应的生成 好OK吧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两个相应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就已经是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chart handle了 我们到这里面来呢 需要做一些相应的判断 那么要判断的话 我们就是要根据几种不同的类型来做判断吧 那么类型的话 我预先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枚局 我们可以找一下 在这里啊 枚局里面有一个message action 有一个枚局 看一下 这个枚局很简单 总共是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啊 我们为它定义是一 是contact 就是说第一次或者说是成年的时候 我们会出出一个链接类型啊 第二个就是一个聊天消息 第三种是消息的签收 第四种就是保持客户端的心跳 那么针对这四种类型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代码里面去写一下吧 那么要去写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contact获取 获取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相应的转换 相应的转换的话 我们可以写一下 我们需要把这个死菌类型的一个json字符串 转换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我们在之前所定义的 datacontact是用于数据的传输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json utils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json to pojo 就是把一个字符串 转换为一个相应的一个类型吧 看到吧 这边是一个class 双支一下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contact死菌类型的 丢过来 丢过来之后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去把这个datacontact需要去转换的类型去写一下 它是一个class 我们可以匹配我们的message action这个枚局里面的第一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connect.type判断一下 如果说是符合条件 那么我们就去做相应的处理 下面第二种判断 然后我们把这些代码呢 我们直接啊 快速复制一下 第二种判断是判断它是chart类型 第三种类型是签收 sand 最后一种类型是keep alive 是保持心跳 然后把相应的注视呢 往里面替一下 好OK吧 那么现在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 业务处理的模型 以及是我们的两个实体对象模型都已经是切好了 然后下一节的话 我们会一步一步在这里面去把相应的代码去做一个填充吧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通过注视的形式把一个大致的处理流程给做了一个大致的讲解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做第一步 就是说当我们的一个web socket和我们后端进行一个链接之后 也就是触发unopen事件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要初始化channel 并且把channel和userid给关联起来 那么初始化channel这一层的话 是在我们handle了edit的时候 把它放到了我们的users里面 也就是channelgroup里面去的 那么现在在这一块 我们只需要把channel和userid进行一次关联就可以了吧 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去获得一个发送者的一个id啊 其实userid就是我们的senderid就是每次用户在发送消息的时候 或者说是用户在建立链接的时候 它其实呢都是发送方 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获取吧 我们可以通过datacontent 然后获取里面的chatmessage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所定义的业务模型 再通过它里面有一个getsenderid获取 获取完之后我们的senderid就已经是有了吧 好那么有了之后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绑定关系 把这个senderid和我们的channel进行一个绑定 channel的话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获取一下 我们可以取名为currentchannel等于是ctx.channel 好OK获取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只要在这里做一个绑定了 绑定的话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类 在这个类里面可以放一个静态变量 放一个静态的hashmap就可以去做相应的处理了 我们到这个netty这一层去新建一个类 然后这个类呢我们可以取名字 因为它是用户和我们的一个channel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定义为userchannelrelationship 然后relationship我们可以使用izl做一个减写 然后点finish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相应的类就生成了吧 我们为他做一个注释这是用户id和channel的关联关系处理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写一个静态的hashmap 它是一个私有变量public statichashmap 然后它的范形keyvalue分别是stream类型 还有是一个channel 然后我们可以定义为取名字叫做manager 把它在这里面出示范 拗出来 好ok吧 那么这个channel我们需要去引一下 把相应的包给导入 是io.netty 是这个 它是io.netty之下的 它不是java.nio之下的 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 好 然后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当前这个类呢 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map 做一个相应的像put和get吧 我们要去做成处理 第一个我们是要放入相应的内容 所以说是一个forward不需要返回的 我们定义为put 然后存传入的参数 其实就是一个拷贝一下吧 直接直接还是写一下吧 就是一个sql类型的sendid 还有是一个channel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就直接通过manager.put 分别是sendid和channel 那么这个方法就已经是有了 那么既然是有put 我们也会有get吧 把这个方法改一下 然后get的话 那么它返回的肯定是一个channel 我们是通过key去获取它的value value的范形就是channel吧 然后get一下 传入的是sendid 把这个后面的拿掉 直接returnmanager.getsendid OK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关联官司处理的一个类 相应的一个方法 定义都已经是OK了 我们回到channel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只要直接去做一层绑定关系吧 那么绑定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行代码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我们把userchannel rjl拿过来 由于是静态的方法 所以就直接可以通过.put 就直接可以做处理了吧 put 首先我们把sendid对进去 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个currentchannel 丢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绑定关系处理就已经是完毕了吧 然后我们重新的再来整理一下 一开始 当我们的客户端和服务端建立连接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前端触发一个unopen事件 那么unopen事件的话 是在这边会传入相应的一个操作类型 那么操作类型的话是根据这个connect 其实就是连接 第一次或者重连的话 我们要初始化连接 初始化连接的时候 也就是会把我们的sendid和我们的currentchannel 把两者进行了一个关联 然后我们的channel channel的话是由我们一开始在建立连接的时候 是放到我们的users里面去 也就是channelgroup OK吧 那么这一块我们第一个判断的一个业务逻辑 已经是处理OK了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二个流程 就是说会根据我们的action去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chart类型的一个消息 那么如果说是chart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一个聊天记录保存到数据户 同时标记这样的一个消息 它的一个签收状态是一个未签收的 最后再去做一个发送吧 那么现在我们先把这一块做一个相应的业务处理 首先一个 因为我们是聊天嘛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和聊天相关的信息给取出来 主要是一个聊天的信息内容 另外是一个接收者的id 还有是一个发送者的id 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获取 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data跟content.get 获取chartmessage 先把它的一个聊天的一个业务模型给获取出来 然后通过这个chartmessage.get 然后在这一块我们是去定义一下 定义一下消息的内容 我们可以取名为message text 好 随后第二个属性是获取它的一个receiver id 就是接收者的一个用户id 然后第三个属性是一个sender id 好 OK吧 那这三个属性都已经是获取了 获取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去做一次保存到数据库吧 保存消息到数据库 并且标记为未签收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netty的chart handler里面 我们呢其实要去做一个service的一个处理 就是说通过调用service的方法去做一个处理库的保存吧 但是在handler里面是无法直接去做一个相应的service的注入的 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依托spring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我提供了一个spring utl工具类 在我们的com.mq之下 双击打开看一下 那么这个类呢主要是用于提供手动获取被spring管理的一个病对象吧 那么我们通过它里面的方法 我们简单看一下 它里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首先的话我们是要是获取一个双向文对象 通过双向文对象就可以去操作 下面这三个方法都可以去获得一个病对象 那么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个 比方说像service 那么service被我们的一个spring去托管的时候 如果说是没有定义一个托管名 也就是一个name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根据它的一个类名的陀峰形式 去获取它的一个病对象就可以了 那么service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获取吧 OK吧 那么我们简单这个是过一遍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相应的操作了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获取service user service 那么就是user service的话 我们先把它定一下 我们通过spring springutil.getbin 那么这个bin的话 我们是通过传入一个string 我们先来看一下user service 那么user service的话 其实在它的一个service后面 我们并没有给它取的一个名字吧 那么没有取名的话 对于我们的service来讲的话 它默认其实是一个user service impr 它是一个图论风形式的一个命名 并且它的一个首字母是一个小写的 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去获取 那么我们可以到这里面去写一下 这个是一个默认的方式 当你不去做一个设置的时候 spring会默认的把你的类名 把它的第一个字母改为小写 这是一个spring里面的一个处理方式 然后我们获得这个bin之后 获取之后 它其实反而是一个object的对象 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把它 强制的类型进行转换一下 转换为user servic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service 就可以是获取了 获取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相应的操作了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save message的方法去保存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到user service里面去写一下 我们可以到这里 我们可以去写一个publicstream stream的话是主要我们要返回一个消息的id 因为消息的id我们是需要去传到前端 也就是说我们发送的时候 我们是要去传送给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如果说他获取完了之后 他是需要去做一次签收的 签收的话是要根据我们的主件去做签收吧 所以说你需要在这边返回一个 stream类型的一个message id save message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把chat message给塞进来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就说我们在net里面进行一个消息聊天模型的时候 我们的命名和数据库的一个表命名 其实是一样了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去写错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传入的应该是在 软体包机下的一个chat message双击一下 写个措施 保存聊天消息到数据库 然后到我们的实现类里面去把相应的方法去实现一下 好那么这个是他默认为我们生成的 所以说我们到这里面是需要去完善一下 那么首先一个我们是需要去把它的一个相应的mapper给引入进来吧 我们复制一下到这下面 这个mapper就是chart message map 好注入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相应的使用了 然后它是一个保存 所以说我们的事物先把它给写好 使用声明式事物 required必须要事物的 好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相应的操作了吧 那么要去保存的话 首先一个我们需要把一个数据库表所对应的一个pojo对象 给nure出来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去使用到一个com.immooc.projo之下的chart message的吧 双击一下 它前面会加上它的一个包名的 然后我们可以为它定义一下 我们就取名为message db 再把它给nure出来 好 nure出来了之后 我们首先一个 我们是需要去通过sid去生成一个message id message id 通过sid.next short生成一下 生成完了之后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message db.set id 把这个message id给塞入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是设置这个accept的一个id 就是接收者的id 那么我们从chart message里面去获取.get receiver id 这是接收者的 然后message db.set 那么下面一个我们就可以使用send user id吧 chartmessage.get sender id 好 然后再下一个 我们可以把里面的时间给设置一下吧 有一个消息发送的时间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message db.set 就ok了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我们去设置一个send flag 就是它的一个是否签收的一个标签嘛 标记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话其实应该标记是未签收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美举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美举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先把一个美举呢 我们可以先先拷贝一下 大家拿到代码之后 这个美举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去复制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相应的拷贝 把message send flag签收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了吧 先看一下 这个美举里面是包含两个类型 一个是0一个是1 分别是nsend是代表未签收 已签收的话代表是send的 美举的一个类名拷贝一下 到这里 可以通过message send flag 然后呢 它里面是nsend吧 点 类型type 好 OK 那么这个设置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看下面一个 我们通过message db 点set 那么其实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message 它的一个信实内容了 我们就通过chart message 点get message 做一个获取 那么最终的话 我们只要去做一个插入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插入的话通过chart message mapper 点insert 插入一条记录 那么这个记录我们直接把这个message db 这个对象 丢进来做一个插入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把这个message id给返回出去 返回出去之后我们在chart handle里面就可以去获取了 然后这边save message写一下 直接把这个chart message对象给丢进去 最后在外层我们拿一下 把message id给拿到 OK吧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接受到一个前端的action 判断是chart类型 我们就可以到数据库里面做一层相应的保存了 然后下面的话是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发送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一块的话我们下一节再讲 那么现在我们是保存了一个消息到数据库 但是这块我们暂时还没有测试 测试的话我们可以等我们完善这一块 也有测我们到前端一步一步去针对我们这块代码 去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然后的话message id我们已经是获取了 获取完了之后 这个message id其实就针对我们的chart message这条消息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chart message.set message id 然后把message id给塞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chart message 直接已经是完善了 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这个丢到我们前台去 直接把这个消息推过去 推到你的一个接收者就可以了 然后接收者接收到之后 把这个message id获取之后再去做一次签收 那么就OK了吧 然后我们在这一块 我们就要去做消息的发送了 发送消息 那么要做发送消息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根据channel去做消息的推送吧 是white and flush对吧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去获取一个关系 我们在之前我们用了user channel这层关系 把这个类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我们可以点get 那么get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应该填入一个send id 应该是填一个receiver id 因为这个receiver id在接收者 他一开始在初始化的时候 就已经是把相应的信息放到了我们这层关系里面去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可以通过receiver id去获取他的一个channel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相应的定义 我们先把注释给加一下 这个是从全聚用户channel关系中获取接收方的channel 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为他取一个名字 receiver channel 好定义OK 那么第一OK之后即使我们针对这个channel 我们不可以是直接去发送的 我们应该要对他做一层判断 判断一下 我们要判断他是否唯空 那么如果说这个唯空的话 那么代表我们这个用户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做连接吧 根本就没有和我们的后台做一个通讯 他压根就没有 所以说在这边你就不应该去做发送消息了 我们先写土度 你应该要去做一层推送channel为空代表用户离线吧 那么离线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去做一个消息的推送了 推送消息 这个推送消息不是指我们通过netage推送 而是我们通过第三方平台的一个消息推送 比方说有jpush各推 还有是小米推送 通过这种第三方的一个工具 去把相应的消息推送到你的手指端 在手指端上就会有一个推送的一个消息了 然后这一块的话我们先不做 然后我们到下面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channel不为空呢 不为空的话我们就要去做一个查找 当receiver channel不为空的时候 然后要从我们的users就是channelgroup里面 去查找对应的channel是否存在 那么这句话是如何去理解的 因为我们的一个关系是两块分开的 一个是用户的主件id和我们的channel关系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channel和我们的channelgroup是丢进去的 所以说当我们从关系这个map里面获得到一个channel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channel的id去拿到 拿到之后我们再要到channelgroup里面去查找一下 查找一下你要去推送的channel这个人在不在 是否是存在的 只有在存在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去通过netty做一个消息的发送吧 不然的话你还是不可以去做发送的 所以说这一块内容在这边是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的 我们可以定一下我们定一个channel然后定义为fundchannel 我们要到users里面去查找users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fund fund然后里面要传入的类型是channelid吧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receiverchannel拿过来点id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查找了 然后查找的话我们需要去判断的 如果说查找出来的一个channel它不为空 那么就代表我们的一个用户是在线吧 用户在线 用户在线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操作了 相应的操作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receiverchannel.write 按theflash 这个里面呢就应该是写入相应的一个text的一个对象吧 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提过的 它应该是一个textweb circuit frame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现在是一个对象吧 我们要发送这个chart message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转换为一个json字符串 通过json details.有一个object to json 我们使用它 然后再把这个chart message给传过来 那么在这里是发送消息 发送完消息之后 其实我们在这一块 就说我们的判断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去做判断的 那么这是查找到用户在线的时候 那么如果说它查找不到呢 那么查找不到的话 其实就代表用户是离线吧 用户离线 然后我们也土土一下 这个是要推送 那么其实到这里的话 我们的一个发送的业务就已经是OK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理一下 一开始我们用户发送了一个web circuit过来 我们接收到消息类型是chart之后 我们首先的话 第一步操作需要把这个消息保存到数据库 并且呢把这条消息标志为未签售的状态 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额外的处理 就是说我们要去做判断 就是判断一下这个用户的channel是否是存在的 首先是我们要从user channel relationship里面 去获取这样的一个channel 如果说违空代表用户离线 如果说不违空代表用户是在线的 在线的话我们还要去做一层判断 其实应该说是违在线 然后的话我们再要把它的一个channel id去获取 获取完了之后到我们的users里面去查一下 查一下我们的find channel是否是真正存在的 是否这个用户是真正在线的 在线的话我们再去做一层发送 否则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是做一个推送消息 就OK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完善一下签收类型的一个消息 那么对于签收来讲 我们讲一下什么是签收啊 这边说一下 签收呢不是说消息发到手机上之后 用户去查阅了签收 不是用户行为 用户行为指的是指图和未踪这种状态 那么对于签收来讲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消息发送到对方的手机上 然后对方的手机接收到了这样的消息 那么手机接收到消息之后 就代表你这个消息我签收了 这个就相当于是寄快递 那么寄的人寄给我了 但是寄给我之后我接收到了之后 那么我没有去进行打开吧 那我没有打开 其实我已经是签收的状态 所以消息的签收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到这边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首先一个我们要做消息签收 肯定是要和数据库打招的 那么第一个我们先把user service 我们先拷贝一下拿过来 拷贝过来 然后user service拿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相应的更新 那么要去更新数据库表记录的话 在这里的话 其实对于消息来讲 它可能会有单条 也有可能会是多条 那么我们统一 都会对它做一个相应的批处理 如果说是单条的话 那么我们是设置为一个list 只有是一项 如果说是多条的话 那么我们的list 这里面有多项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参数 我们是如何去做一个处理呢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依托 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data content 在这个data content里面 有一个扩展字段 extend 然后这个extend呢 在这里面 我们是从前端发送消息的时候 会把一些相应的message id给推过来 然后这些message id的话都是由逗号相间隔的 那么如果说它是只有一项的话 那么我们的list也就只会有一个吧 我们呢到这边来获取一下 这个群为message id sstr 加一个注释吧 扩展字段在sand的类型的消息中 代表需要去签收的消息id 然后是逗号间隔 好 那么获取到一个message id 这样的一堆字不串之后 那么我们需要去对里面的逗号 去做一些处理 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分割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对message id sstr点 有一个方法叫做split 然后呢我们就只要传进去一个逗号就可以了 传进去一个逗号之后 那么我们获取的就应该是一个宿主吧 我们定义为message id s是一个宿主 那么获取了这个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死菌类型的一个ids的宿主 然后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对这个宿主做一个循环吧 那么分割的话 其实对于它每一项来讲的话 它每一项 尤其是它的一个开头和结尾 它可能会为空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去做一个循环 循环完了之后 对里面有值的一个id 再去放到我们的list里面去吧 然后呢我们定义一个list 这个list类型里面的范形 我们设置为stream 定义为message id list 把它给new出了 它是一个arraylist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对这个宿主做一个循环吧 循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去空 可以使用一个类似于forage 死菌定义为mid吧 简写一下 message id s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mid它的每一项是否为空 通过使用stream utils.isnotblend 如果说它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id 丢到message id list里面去就可以了 把mid添加进去 那么这一层循环完毕之后 我们就获得了一个message id list 这里面是有值的 为了测试方便 我们可以答应一下 把它吐死菌 吐死菌一下 进行一个打印 我们到时候测试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写完之后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去做一个处理了 就是说我们要去批量的 对这个list去做一个签收 那么要去核素敌户交互之前 有可能我们的list会为空 所以说我们要判断一下 判断这个list它不为null 并且它是不为空 isnotempty 就是isempty的一个相反 加个感叹号 然后再来一个 并且它的size必须要大于0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一个签收 适量签收 然后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user service 去做一个相应的调用了 那么现在相应的一个service方法并没有吧 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找到service 到这里面去写相应的方法了 那么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update message send 更新它为签收状态 传入的是一个list 死君类型 message id list 加一个注释 适量签收消息 好然后到我们的service里面的方法去实现一下 那么它是设计到更新吧 所以我们的生命式事务加一下 我们对于批量处理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自定义吧 生成的一个mymap是无法帮我们去做一个批量处理的 所以说我们要去自定义写相应的sircle 那么自定义sircle的话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我们找到usersMapperCustom 我们在这里面去写一些相应的自定义的sircle语句 我们到最下面 到最下面之后我们可以去写一下 首先它是一个update吧 update 然后id 这个id是需要和我们的java印象类所定义的 我们java的印象类现在没有写吧 我们先到它的一个印象类里面去 可以去写一下 那么写的话还是一样public void 我们可以定义为是批量的是badge badgeupdatemessagesend 然后呢传入进来的就是一个list吧 那么list我们拷贝一下吧 把这个拷贝过来 那么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就需要到mapper里面去写 那么我们把它的一个方法名需要拷贝 和我们的这个id是要需要做一个对应的 那么对应完了之后就可以去写 那么对于update里面 我们要去做一个p处理 其实是使用的是一个in吧 就是说where我们的id印在一个括号里面 那么如何去做呢 其实labelis可以为我们做一个forage 我们先把基础的以致签写好 updatechartmessage 这是我们的表明 然后set 然后自转的名的话 我们去数据库里面去拷贝一下 三flag 是这个吧 三flag 我们拷贝一下 以免我们拼写错误 set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1 1代表是签收 where id印 那么印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子 直接一般来说我们是 比如说1 2 3 印支持相应的id 那么对于这个来讲 它是一个左右括号 那么mabeli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forage 这样的一个标签 我们通过forage 就可以去很好地把它的一个socle语句 去做拼接了 因为我们传入的是一个list 张道鱼是帮我们去做了一层循环 把这个list循环之后 再把它最终拼接成这样的一种形式 就可以去做一个批量的更新了 然后呢 我们到这下面去写一下 写一个forage标签 forage 这边会有一个collection collection是什么意思 collection是指的我们的一个类型 我们在前面设置的时候 我们传过来的是一个list类型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list类型的话 那么我们的collection在这一块 我们应该写一个list 如果说你仅仅只是一个screen类型的数据的话 那你在这边应该写一个array 所以说我们把这边是写一个list 写了一个list之后 那么我们对它的每一项 给它设计一个item 那么item的话这边大家可以随意订 你可以设置为i 或者item也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是index index下标 我们随意去设置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要去做拼接 那么拼接的话 它其实会有一个开始和结束 另外还有是一个分择幅 分择幅其实是逗号 那么开始的话是open open的话是一个右括号 分择幅是一个separate separate它是一个逗号 然后再接下来是一个close关闭幅 关闭幅的话是一个右括号 open是左括号 然后关闭是一个右括号 然后这个的话这种形式大家去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只要在这个for each情况里面 去把相应的内容去做一个拼接吧 那么拼接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个item吧 它每一项其实就是一个messageID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只要这样子去写就可以了 写一个锦号 再把这个item 因为我们为它定义的是item 只要在这边 以这种字符串的形式去做一个拼接就可以了 那么最终的话 它就是拼接为一个左右括号 中间是分割幅这样的一串的一个id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p处理的一个自定义的搜口 就已经是写完了 然后我们加一个注释 p处理更新 这个是更新消息为已签收 好有了之后呢 我们的service就可以直接去写了吧 那么这个是user map的一个自定义的 点batch 然后这个message list直接传进去 那么传进去这样子其实就ok了吧 我们只要写这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然后写好这一行代码之后 返回到我们的chart handle了 那么user service就直接可以去点 update message send了吧 然后这个message id list 把这个直接给丢进去 那么它就可以去做一次相对的处理了吧 那么这个方法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已经是写完了 这是一个p处理的方法 那么到这里的话 我们其实前面三个主要的方法 都已经是写完了 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心跳 对于心跳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一块 我们并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处理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是一个前端发过来的心跳 那么这一块的话 为什么不要去写任何内容的话 我们会在心跳章节具体去讲 心跳的话它包含一个net的心跳 以及是前端的一个心跳 那么这块我们暂时先不说吧 然后到这里的话 我们整体的一个handle了 基本上是完善了 完善之后的话 我们从下一节开始会逐步 针对这里面写的方法 去做一个连条 去做一个测试 那么现在我们的chart handle了 整体的针对消息内容的一个处理流程 我们基本上是OK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拆分 把它们一步一步去做一个测试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根据action式一个connect这样的状态 那么既然是connect 我们是需要在这边做测试 测试的话 我们通过去打印吧 我们把一个当前在我们channelgroup中的users 做一个循环 把里面所有的channelid 做一个循环的打印 此外我们是需要去到userchannelrelationship 到这个关系类里面去 把它当前的整个hastmap里面 所有的键值做一个打印 那么键值分别就是对应用户的id 以及用户对应channel的id 那么我们到这边可以去写一下 这边是测试 写一个for循环 那么这个for循环里面就是一个channel channel对应users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做一个打印了 那么打印的话 我们直接打印这个channel的id 并且channel的id我们可以直接去看它的longtext 打印它的一个长字符算长id 好这个是ok了 ok之后 那么我们要去打印一下这个用户和channel的关联关系 那么关联关系的话 我们额外的为它增加一个输出 我们定一个output这样的方法 主要是用于做测试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循环了 写一个for循环 循环的话是要把它的键和它的值全部都要取出来 那么我们主要使用的是manager循环它的一个 我们主要是针对它的一个entry set吧 它里面是分别把它的一个strewn类型的usersid和channel类型的一个用户的channel可以去做一个循环 然后针对它的话 那么我们在前面可以去定一下 使用hashmap点 然后它的范形类型分别是死菌和channel 给它加上 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去获取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也来打印一下 那么打印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上userid是多少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entry.getkey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键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拼接 拼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channel打印一下 channelid 那么就是通过entry.getvalue 这个value获取的时候它就直接是一个channel的类型了 点id 点slongtext 好OK 那么这个方法已经是写完 写完之后我们只需要到channel的中去做一个调用就可以了 好OK吧 那么现在我们后端是写完了 后端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打一个断点 进来的时候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date.content里面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以devile的形式去启动 好OK 启动完工 然后启动OK之后呢 我们到前端去完善一下我们的sharing.js吧 那么首先一块啊 我们是需要去构建一下我们的app.js 我们打开app.js把里面相应的基本的一些内容去构建一下 那么什么是基本的内容呢 比方说我们先看到后端 我们在后端之前是定义了一个发送消息的动作 美举吧 那么针对这些类型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统一的在我们的前端去定义一下 因为在前端我们调用的时候就不要去写1,2,3,4了 我们只要直接去写它所对应的一个定义的字符寸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是比较规范的一种写法 我们把这一个整体的内容拷贝到前端去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只要加上一个冒号 然后分别加上冒号 然后建议呢在像冒号逗号之后 我们都要加一个空格 那么这个是英文的一个速写规范 也就是说只要是英文字符 我们在它的英文字符的后面 是不会直接去写上其他的文字 一般都是一个空格 这样子比较规范 也是比较好看的 好OK吧 那么这四个就和我们后端的美举所对应了 然后写上注写 和后端的美举对应 好 然后这1,2,3,4总共是四种类型 四种类型定义完毕之后 那么我们要去再构建消息的模型 以及是我们聊天的模型 这两个对象在我们后端其实也有吧 一个是data content 一个是chat message 那么针对这两个我们到前端也去写一下吧 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应的构建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这个是chat message 写一下 那么这两个方法 在我们这个js里面定义的时候 它虽然是一个方形 那么其实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处理的 然后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构造函数的话 我们要传入一些相应的参数 相应的参数就是在我们这一块 send id receive id以及是message 我们把这些相互都拷贝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message id 那么这个其实是用于做签收的 我们也可以写一下 好OK 那么这个构造参数写完之后 我们要去做一个额外的处理 那么其实跟我们在处理后端的构造函数 也都是一样的通过sys.send id 等于send id 这个每一步都是一样的 好OK吧 然后我们写上数字 和后端保持一致 后端的模型 后端的chart message 聊天模型对象保持一致 好OK吧 那么这个是聊天模型对象 然后我们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之后 针对我们的消息模型 也要去做一个处理吧 那么消息模型是一个data content吧 我们也来一下 然后相应参数 action 第二个参数是chart message 它是一个object对象 然后extend拓展参数 然后message id删掉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对象就已经是构建 是一个OK了 加上相应的数字 构建消息模型对象 好OK吧 那么现在我们的app.js里面 针对我们后端一些相应的基础的一些配置 像每局 以及我们的两个模型对象 都已经是构建完毕了 构建完毕之后 就需要到我们的js里面去完善吧 那么咱们的js找一下 在这里吧 unopen事件 unopen事件指定的是chart.wsopen 那么我们就到wsopen里面去写一下相应的方法 那么首先一个 我们既然是要去做一个channel和用户的绑定关系 当前登录者的一个用户信息 我们要去获取吧 我们指定为me 通过app.getuserglobalinfo 去获取 获取到了之后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构建对象吧 总共是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构建chartmessage 那么第二个是构建datacontent 那么在这边构建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通过new的形式去构建了 首先第一个 我们定义为chartmessage 然后是newapp.chartmessage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需要传入相应的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 其实我们是需要传入一个senderid 直接就是发送者 这个是和我们后端所对应的 可以看到它是获取一个发送者的id 就是指定到我们当前用户的id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边写上me.id就可以了 此外它还有三个参数 分别是接受者的id 消息及是消息的id 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都不需要 那么我们直接给它一个com就可以了 好OK吧 那么这个chartmessage是构建完毕了 构建完毕之后 我们是需要去构建第二个datacontent 通过newapp.getcontent 然后你们传入相应的参数吧 那么相应的参数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第一个是action类型 那么action的话我们在这边定义了 第一个是connect吧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写上app.connect 这样就可以了 后面一个参数是一个chartmessage对象吧 把这个对象直接丢过来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扩展参数 我们不需要唯空指定一下就OK了 可以看到通过app.connect 就可以替代到原来的1 如果说我们不去在js里面去这么定义的话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页面里面 只要用户类型是1的 那么我们都需要写一个数字 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这个数字发生了一个更改的话 我们要在所有的页面都要去改 这样子的话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如果说我们直接在app.js里面去定义一个 类似的美举的类型的话 那么我们对于以后的维护就非常的方便了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现在两个模型都已经是构建完毕 我们就要到后端去发送一个消息了吧 发送web socket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用当前的chart点 chart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传入相应的一个方法 相应的参数 那么参数的话 现在我们这两个其实都是对象嘛 我们需要把它转换一下 通过json点 stringify 然后把这个date content丢进去 那么它就变成的是一个字符串 json字符串丢到我们的后端 和后端去进行一个相应的通信了 那么现在这一块 我们就已经是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做一个测试吧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在后端的一个打印 打印出来的内容 同时呢 我们也看一下传过来的data content 这里面的一个对象 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数据 那么现在我们这边控制 才已经是内容清空了 接下来我们去到手指上去跑一下 然后这边 这边的话是建立手指令先会去安装 然后呢 同时我们可以开一下远程桌面 好 OK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控制台上已经是打印出来我们的一个APP是安装成功了 那么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打开吧 打开一下 打开之后 其实它现在已经是触始化了 触始化之后 我们的一个链接 它也会随着我们的一个指动去进行一个相应的触始化 那么到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后台已经是断点进来了 断点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对象里面的内容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delta content 先看它的一个action动作 动作是1吧 没有问题吧 然后再看chart message这个对象 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里面的结构总共是四个属性 四个属性 使用sendid 它的一个用户id是有了吧 我们把它就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到数据库里面去看一下 搜一下 可以收到 这个就指定是当前我们这个imk用户吧 我们现在手机上登录的就是这个用户 好然后我们debug往下面直接走 我们直接按F8跳过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我们的控制台已经是打印了吧 首先一个是一个channel的id channel的id的话 我们看一下末尾是f41这东西 然后我们当前的userid也是对的吧 这个是我们用户和channel的一个关系 然后他channel获取出来的 这个channelid和我们的上面这个也是对应的吧 OK吧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第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当我们websocketopen的时候 我们整个一个用户和channel的处始化操作 就已经是OK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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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